当天编织起针法到前 欢迎大家来到乔首女工编织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缆绳起针法 首先拿到这个支线 然后留一点点线头 打一个活结 就这样 然后拿着这个线圈穿到这个针上 这个线头朝外 支线朝内 把它拉紧 而这一款的起针方法 跟我们前面教的那个下针的起针方法有点像 这个起针方法的话 它可能就是织出来的织物更好看更牢固 但缺点就是可能会织 织出来的那个边的话可能会比较紧 首先第一针是把这个针穿到这个线圈里面 织一针平针 就织一针下针出来 织完了之后 这个线圈直接套到针上面 第一针这样 套到针上面 然后第二针的处理方法 看好 从这两个针目的这个 就是这个针的中间穿出去 不是直接 不是织这个啊 是直接从这个里面穿出去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出来 再套到针上面 拉紧一点点 好 再从这个里面再穿进去 这个就是缆绳的起针方法 织出来 套进去 从这个里面穿进去 然后再织一针平针出来 拉出 这个线圈直接套到这个上面 再从这个里面穿进去 喜欢这种的起针方法 就按照这个方法 起到自己所需要的 相应的那个帧数 这种起针方法 也可能会用到 就是织物的两端 或者是中间需要加针的情况 也可能会用到 那我们这个起针方法 就用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